支撐一個建築物最重要的呢 就是柱跟梁 其次是牆還有樓板 嗨大家好 今天又來出外景了 以前有一次我有遇到一個客人 我聽到他跟建築師在討論的時候 他在討論就是我的柱子要在外面 還是說我的柱子要在裡面 那我就會覺得 喔原來在設計的時候啊 就會有那種要思考到說 我的柱子到底是要靠近外面還是靠近裡面呢 那於是我就認真的觀察一下 我們現在辦公室的住家 就會發現哇塞 我所有的梁柱都在裡面耶 所以今天就要請建築師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關於在設計上呢 梁柱這除了結構支撐的安全以外 它還富含了哪一些意義呢 建築師清 基本上 以現在設計的邏輯來講 結構外露通常是 是因為業主想要更大的樓地板面積 還有他不想要室內的空間 有那些零零腳腳 比如說有柱子有樑的影響 所以他會高求把那個樑柱外露 你應該可以分別什麼是柱什麼是樑吧 柱子就是直直的像電線桿的叫做柱喔 然後橫的呢就是樑 那你會看到啊 就是一個建築物的柱樑如果跑外面的話 就是它是凸出來的外面 它可以成為一個柱仔的設計的一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像那一棟柱仔 它就會把它柱樑配色起來成為它外觀設計的一部分 它會把樑柱露在外面 反正我尋求我室內面積最大化 因為我們知道室內 我們在算它的面積是用牆的中心線去算 所以你把牆往裡面說柱子往外退 你的樓地板面積就可以達到最大化 然後那些柱子跟樑的空間影響都在你的外面 所以你醜的東西在外面 但是它裡面的空間可以達到最佳化的情形使用 可是現在啊 因為建築物就像一個類似藝術品 所以你必須要 我們現在設計的邏輯是 透過你的在設計這個藝術品的概念 把一些你結構會隱藏在你的造型裡面 讓它看不出來 甚至我們還特別強調把它的形打破 利用一些空間桿然後把整個結構虛化 這些變化都會影響到你室內實際空間使用的面積 但是你的亮體或者造型就會變得很豐富 後面大樓這個就等於是包在裡面了 它是利用一些折角的造型來出現它的亮體的一個變化 所以它不算是樑柱外露 因為這個基本上它伸出來的地方都不是它的樑柱 都是一些框架的造型 你看它的牆它特別做一個斜角 那都是因為要強調那個裡面陰影的效果 那像現在這種大樓啊 它通常都會把它的樑柱放在裡面啊 那這樣裡面不是就會柱子很大隻 樑很大隻那怎麼辦 那它可能空間 本來要的空間可能是 假設是1000平方公尺 可是加上樑柱它可能設計1100平方公尺 所以對它原本的需求其實沒有影響啊 它只是讓它的生涯空間的樑柱面積更大而已啊 可能說它多了10%的空間來讓那個樑柱的影響佔據 可是它實際使用的面積還是有到它想要達到的目標啊 那如果是關於自地自建呢 如果是在自地自建 你是會怎麼樣幫業主規劃它的樑柱 是要外露或者是包含在裡面或者是一半一半呢 其實我們不會是從建築設計的角度 不會把樑柱外露這件事情 擺在第一個需要煩惱的事情 第一個一定是你的空間嘛 你的空間想要什麼空間的平數 每個人都不一樣嘛 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排出來的空間也不一樣啊 然後再來每個人想要的外觀的風格 或者它造型也不一樣啊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你平面、立面、升級的量體定案之後 我們才會去把真正樑柱的系統考量在裡面 那時候必須要去閃柱子或者是可以用包柱的方式來處理 是那時候再來煩惱 不會在一開始就把樑柱的問題考慮在最前面 因為自地自建了不起就是在三樓、四樓、五樓嘛 你不太可能蓋個十樓的集合住宅啦 如果你今天考量是比如說是那種高樓大廈或集合住宅 那你要優先考量它的結構的系統要走哪一個方面 它如果自地自建都還好 就是因為我們的住家啊 就是那個樑柱實在是太粗了 所以我才會開始意識到說 原來住宅在設計的時候啊 住樑的考量也是一個選擇住宅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對不對 嗯 你像這種它在20層樓的大樓啊 它在規劃的時候有一個標準平面 所以這標準平面會影響什麼 第一個你的地下停車位你要怎麼走 因為你住宅一放上去 你就是必須要利用 先把你的住位先設定好 你地下停車位才有辦法很整體的排進去 因為停車就要賣錢嘛 賣錢你要達到最佳化、最大化嘛 所以用這樣的要同步思考你的住位在哪邊 你的標準平面要怎麼排 所以當你都思考完 你決定好之後 它就會產生一個類似整體的利面 那這時候整體的利面你再去思考說 到底你住要是隱藏在牆裡面 還是要凸顯在外面 那是最後要做利面的時候 你再去思考這個問題 好喔 了解了 噢 燈亮了呢 真棒 謝謝劍有師 掰掰 今天是weekend 我們大概收拾收拾準備要下班了 那下班之前啊 我想要來訪問一下我們同事 就是我記得啊 就是我剛進到這個行業的時候啊 然後我就開始先學使用軟體 那使用軟體呢 我就是畫一個簡單的建築物 那從做中學嘛 就是畫一個建築物 然後順便練一下就是CAT畫圖的時候的工具使用 那這時候呢 就是開始先畫牆壁 然後再畫柱子 那於是呢 柱子跟牆壁呢 我就問建築師說 那個牆壁為什麼要畫15公分 就是外牆為什麼要畫15公分 然後內牆為什麼要畫12公分 然後還有柱子 那柱子有的是正方形的 有的是長方形的 為什麼呢 這對一個門外漢來講啊 其實是一個很多疑惑 就是說應該是還是因為只有我這樣子 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叫你畫什麼就畫什麼 可是對我而言啊 我就會一直問說 為什麼是12或者是15 我想是應該是長時間累積下來 人家研究出來的數據就是這樣 結構在設定的尺寸上面 我們通常以柱子會用40x60的尺寸 然後外牆用15公分 內牆用12公分 來做一個基本的設計的一個概念 產生一個大概圖面 來跟業主做討論 在學校老師是有教你牆跟柱子要畫多少嗎 有講過一點點 所以在學校老師是教你牆要畫多厚 好像也是15 外牆15 對 那他會跟你說內牆畫12嗎 有點忘記了 年代久遠 那柱子呢 柱子都叫你畫多少 沒有講到那麼細 學校比較偏你的創意跟設計 對對對 就是我昨天問劍儀師的時候 劍儀師也是跟我這樣講的 劍儀師說他們以前在學校學的時候 老師也沒有告訴你說 柱子要畫多厚 然後牆壁要畫多厚 那我們再問我們另外一個同事 請問你Cat是學校學的嗎 對啊學校學的 老師有教你牆跟柱要畫多大嗎 他會大概建議你一下而已 就是建議尺寸 那你會知道那個牆跟柱子要畫多大 是從哪邊來 這個部分就是要等工作之後才比較了解 那所以你會不會知道 樓層要蓋多高 然後柱子要變多大 他有沒有一個比例 在學校的時候就比較不清楚這一塊 那所以你來事務所工作之後才開始 知道要畫多大嗎 就是大概會抓個尺寸 然後再請結構技師去分析 看這樣是否可以 所以就是你的建築物啊 不是說建築師附於你說他畫多大就是多大 這中間還有一個很精密的計算的人 叫做結構技師 這樣你懂了嗎 依你建築師的角度啊 你會不會去想說 我盡量要選那個住樑比較少的空間 如果有機會我會啊 但是很多消費者他其實看不懂 那個建商給你的平面圖 會不會去做什麼 因為你看不懂 我以為你的建築然後還會是哀聖的